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來演奏一首歌 很多鼓手在練歌的時候,會有個錯誤的習慣 會放著音樂,然後跟著這個音樂把整首歌打完 就以為這樣練成了,甚至把這個形式當成一種表演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當你跟著音樂打鼓的時候,你是依靠音樂給你的速度做提示 你並不是真正自己決定速度 但是跟著樂團在做表演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依賴鼓手給一個正確的速度跟律動 來決定他們怎麼樣演奏 所以說跟著音樂打鼓的鼓手 並沒有辦法訓練到這種被依賴的能力 那怎麼樣開始演奏一首歌呢? 重點是你要先熟悉這個曲子 直到你可以從第一個音到最後一個音 在腦海中把整首歌播放一遍 段落的順序你要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在一張紙上做一個簡單的提示也不錯 再來是節拍器的使用 節拍器的使用有幾個簡單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的鼓手 我會建議你不要使用節拍器 你只要依照你對於歌的感覺 你覺得這首歌的速度應該多快 照你的感覺來演奏就好了 當然段落順序那些還是不能錯的 當你對於節奏的能力掌握得比較好了 你成為一個進階的鼓手了之後 這時候你可以開始使用節拍器 這個時候使用節拍器的訣竅是 一開始先聽一下節拍器 記住這首歌的速度 然後把節拍器關掉 在不依賴節拍器的情況下 演奏完整首歌 當演奏完整首歌的時候 再把節拍器打開 再聽聽看你剛剛演奏的速度 跟節拍器的速度有沒有太大的落差 透過這樣的練習去訓練你自己 盡量保持穩定速度的能力 但是這當中如果有一些晃動 是可以被包容的 再厲害一點的鼓手 你可以開始從頭到尾開著節拍器 當你對著節拍器 把整首歌一個音都不差的演奏完以後 表示你有比較好的控制速度的能力了 你再進入下一個層次 這時候又不需要節拍器了 但是你可能需要注意到的是 隨著音樂的段落之間的轉換 還有音樂裡面的起伏 它的張力的變化 有些時候速度會有一點點曖昧的空間 可能會稍微黏一點 稍微拖一點 或者是稍微的快一點點 有一點點感的感覺 我說的並不是感拍或者是拖拍 而是這個速度在實際上是有一點點彈性的 如果真的非常穩的非常準的 對著節拍器的每個音都不變的話 其實這樣演奏出來的音樂 不見得是最自然最好聽的 再來是關於過門 很多鼓手會認為 在練一首歌的時候 就是要把過門裡面的每個音 打到跟原曲裡面一模一樣 在作為一個練習者的角度來說 的確有某種幫助自己能力進步的功能 但是就玩音樂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那不是必備的 除非這首歌裡面有一個非常經典的過門 一聽到那個過門就知道是什麼歌 一個識別度很高的手法 這時候你可能就有必要盡量還原原本這個原曲裡面的過門 不然的話我覺得你可以去理解過門的本質 它是在於創造一個適度的呼吸區隔段落 讓律動有一個適度的調節的空間 所以說過門太長或太短可能都不好 有的時候需要一點點的過門就好了 你打了太多的過門反而破壞了律動 但是鼓手有時候會太過於想要展現自己的技巧 所以在過門的時候不小心就打太多了 這點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關於節奏型態 今天要講的這首歌是Joanna 這首歌的節奏型態非常的簡單 用我們教過的最基礎的節奏 例如說八分音符大鼓節奏的第一個或第五個就可以打了 但是在實際上聽Joanna這首歌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它的律動跟大鼓並不是完全相等的 Joanna這首歌的律動是由爵士鼓跟Bass手 兩個人共同搭建出來的 所以低音的部分其實 大鼓只要踩在第一拍跟第三拍就可以了 但是整首歌的低音律動 卻是在大鼓的第一拍 以及第二拍的後半跟第三拍 但是這個第一拍 第二拍的後半跟第三拍 這三個時間點是由Bass手來彈的 甚至這個八分音符的感覺 很多時候是由合成器來演奏出來的 所以在演奏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合成器、鼓手跟Bass手 這三個樂器要能夠有一個默契 你們三個人的時間感是要一致的 接下來就是今天要講的這首歌 Joanna 這是Cool and Again在1983年推出的單曲 後來也收錄在他們的專輯裡面 這首歌很好聽 節奏也非常的簡單 但是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它的演奏有非常多的層次 能夠打好並不容易 關於這首歌的鼓 它的簡單的架構 我有把它寫成譜 以手寫的版本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你可以從連結上面去找 接下來就是我的示範了 希望你們玩得愉快 記得要把這首歌先聽熟 你才知道我在打什麼 打順當歌 打開 打敗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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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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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